美國平常只顧跟G7 五眼聯盟 這些相關的西方國家打交道 就是不跟這些發展中國家互動 國際的影響力 早就被中國大陸給追趕過去了 現在即使要拉攏就被看穿手腳 你只是為了對抗中國大陸 譬如說東南亞國家 恐怕也是點滴在心頭的 您覺得現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他又要訪問東南亞國家 東盟會跟著你美國來抗中嗎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布林肯 12月13號 他要到訪哪裡呢 到了印度尼西亞 接著去馬來西亞 再去泰國訪問東南亞 目的當然瞄準的就是中國大陸了 按照美國亞太事務助卿 國務卿康達他特別說 說這是布林肯第一次去東南亞 那很了不起 平常為什麼不去上任那麼久了 到現在才去啊 第一次去東南亞 目標有三個 首先是要把美國跟東盟的交往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點就是要加強在 所謂大陸的霸凌之下 然後進行所謂的區域安全的基礎建設 第三點則是就相關國家來商討 所謂拜登的印太經濟框架 路透社有一篇分析就說東南亞已經成為美國跟大陸 這兩個世界最大機體之間的戰略戰場 他特別用的就是戰略戰場 美國就被說又在下一盤大旗了 但是東南亞國家真的好煩惱 因為美國你現在是世界老大沒有錯啦 來到我家門口的話 不給你好好招待 當然惹不起 而且美國常常會有一些不同的手段嘛 但是大陸是我們這些東南亞國家的鄰居 更別說雙方其實在經貿上的往來是很深的 關係也很密切的 因此這次布林肯納訪問的三個國家 選擇也被說好有意義 譬如說就用最近的民主峰會為例子來看 美國這次邀請了誰 邀請的是有印尼的 但是美國是沒有邀請泰國 然後泰國就被撇到一邊了 美國邀請馬來西亞 可以看到他邀請了馬來西亞 但是重點是馬來西亞沒有去參加 拜登這次花了很大力氣來操辦的峰會 剛剛之前我們都有說過 巴基斯坦是明確拒絕參加的 其實連馬來西亞都沒有去 之所以不去原因當然很簡單 他們當然知道美國你現在是在拉邦結派 對付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我們不想躺這個渾水 有沒有馬來西亞的網友跟朋友一起互動一下 你覺得馬來西亞有必要去躺這個渾水嗎 當然馬來西亞沒有去參加峰會 但頭疼的是美國現在更獻殷勤了 居然主動找上門 你認為美國是不是無事不登三寶店 故意來找馬來西亞要他們抗中呢 我們也一起來子頻互動 只是東盟早就說 我不想要選邊站了 尤其是東盟早就是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了 從2019年相比 中國大陸最大的貿易夥伴 東盟就已經是贏過了美國了 2019年我們看到的是大陸前四名的貿易夥伴分別是哪裡呢 第一名其實是歐盟 就是2019年 第二名是東盟 再來才是美國跟日本 在2019年之前 美國其實還是中國大陸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現在2019年就變成第三了 但是就是因為你川普發起了中美的貿易戰 在2019年這很關鍵的時候 2019年東盟就已經取代了美國 從後面變到第二名 美國是第三名 2019年東盟就取代了你美國的位子 是中國大陸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現在更是第一大了 現在又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中國大陸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所以大陸經濟還是蓬勃發展了 給這些東南亞國家提供廣闊的市場 所以東盟現在又一躍進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大的貿易夥伴了 更別說很多東南亞的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大陸 這是經濟的層面 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的層面了 我們來看看就是包括了柬埔寨 柬埔寨其實也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它叫叫簡鐵 人家說巴鐵巴基斯坦 簡鐵也是鐵兄弟 去年的時候其實武漢疫情好嚴重 但是讓中國人很感心的就是 第一位堅持要來大陸訪問的 外國領導人就是柬埔寨的首相洪森 當時中國大陸也打破了慣例 王毅外長親自去機場迎接 而且柬埔寨現在就被說是4號 哪4號呢 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跟好兄弟 最近其實來看到美國還用人權 以及金邊當局跟中國大陸關係說過從甚密的考量之下 竟然說要對柬埔寨實施武器的禁運之後 柬埔寨的總理洪森 你以為他吃素的嗎 他10號下令柬埔寨的軍方 摧毀任何美國的武器 不然就把他們丟進倉庫當中 洪森他也特別下令說 我下令所有軍方單位立刻的審查柬埔寨 現有的武器跟軍品 我們必須立刻召回所有美國的武器跟軍武 如果有的話就把他們收進倉庫裡 或者是語語摧毀 他說美國的武器的禁運 對下一代的柬埔寨政府的領導人是一個警告 他說如果你們想要一個獨立的國防部門 就千萬不要使用美國的武器 洪森他也大酸說 阿富汗為例使用你美國武器打仗嘛 但是許多人卻是打了個敗仗 另外東盟裡面還有菲律賓 渡特地上台之後 兩國關係現在也被說相當的好 另外越南跟老挝就是遼國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四號 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跟好同志 另外中老鐵路我們講過 而且受到大家很大的關注 中老鐵路才剛剛開通 對老挝來說可是今年最大的喜事 你要叫他們抗中嗎 美國你有幫他們蓋鐵路嗎 幫助他們經濟發展嗎 通通都沒有 所以前立委雷倩就說 大陸跟美國其實非常不一樣 美國你都是靠軍事霸權 大陸則是用經濟發展 來幫助這些開發中國家 好像是水 也就是上善弱水的水 水跟火呢 兩個戰略是完全不同的 過去二十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中國大陸完全融入了 全世界的經貿體系 WTO世貿 近了二十年 所以在這二十年中間 它的GDP成長了十倍 它現在是第一大出口國 第二大進口國 是全世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 那麼也跟 將近一百二十幾個國家呢 是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包括德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美中兩極爭霸 美國還是像 用它的火力 和它的這個 強勢的軍事力量 而中國大陸呢 相對的好像就是 上善弱水的水 它用的絕大多數是 它的經濟的影響力 所以水跟火中間 兩個戰略 其實完全不同 中國大陸現在用的多半 都是用經濟的力量 去幫助其他的國家去建設 就像它進入了 WTO二十年之後 使得它自己的國力 非常的龐大 它的經濟實力龐大 並且開始了 全世界第一個進口博覽會 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市場 開放給其他的人 可以共同進入這個市場 來精略 是不是聽得不過癮呢 週日的國際持久對決 歡迎大家繼續補課 美國對於不聽話的盟友 可能都會有一些手段 譬如說制裁啦 等等就會來說 立陶宛呢 就沒跟著美國制裁 白俄羅斯損失竟然要自負 所以相較於大陸呢 是幫助盟國來發展 經濟的問題 所以您覺得 哪個方式比較好呢 是水比較好呢 還是火比較好呢 我們一起來聊天室 互動一下 說到了這個東盟 大陸跟泰國的關係 不管泰國是誰執政 從來都沒有遭過 而且現在是漸入佳境了 大陸跟印尼關係也非常好 值得一提的就是呢 一帶一路當中的一路 其實還有包括了亞投行 都是大陸的領導人 到印尼去提出來的 那關係到底好不好呢 不言可遇 所以來看到了 布林肯又要來東南亞 就被說呢看不得東南亞呢 跟大陸關係很好嘛 所以呢想要來挑撥離間 所以這一次呢 在東南亞 布林肯會不斷的怎麼樣 又來提什麼中國威脅 你一定會看到的 還有南海的問題 但東盟跟南海這些相關的問題 想擱置正義 也跟中國大陸要行這個 南海行為準則 人家都要擱置正義 你還來挑釋嗎 但是呢這個中國是威脅嗎 馬來西亞的前總理馬哈蒂 曾經公開的替中國大陸打抱不平 他說你西方必須要接受 東方國家現在也有生產 有競爭力的產品 不應該威脅商業的對手 他還說呢 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問我 你怎麼看中國大陸 你到底怕不怕大陸呢 結果呢這個馬哈蒂他說 大陸沒什麼可怕的 我們馬來西亞跟大陸 有近兩千年的關係 大陸從來都沒有要征服我們 但是呢你們這些歐洲 西方人來到馬來西亞 兩年之後就征服了我們了 所以呢比起大陸 我們更怕的是歐洲這些西方人 所以才會被說呢 馬來西亞這一次不是收到 美國的所謂民主峰會的請帖嗎 連去都沒去啊 印尼跟菲律賓呢 則是收到了請帖之後呢 怎麼樣轉身就走了 好像沾醬油一樣 另外呢新加坡跟越南等國呢 收到請帖嗎 根本就沒收到 所以布林肯也沒有去這些國家 到底誰啊才是真朋友 恐怕對東南亞東盟這些國家來說呢 其實都是點滴在心頭 當然他們不想要做的就是選邊站 原因很簡單 美國是世界老大是不假的 但是中國大陸是永遠的最大鄰居啊 遠親不如近鄰 美國的航母肯定比不上大陸合作有吸引力 前中柳線大使借文集就說呢 大陸跟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來交流 他們呢發展經濟 美國現在說要拉他們抗中 怎麼可能會有效呢 不只是東盟啊 非洲跟拉丁美洲 美國自己的後院呢 恐怕都不容易被理解 就美國來講的話 他全球上的競爭 本來他對於拉美 對於非洲 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多的地區 美國在過去冷戰結束的 三十年裡面 他根本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真正的關懷 那所以今天中國大陸在這些地區 所謂這個三個世界劃分的拉美 非洲 還有第三世界 廣大第三世界的國家裡面 中國大陸是從冷戰時期就開始的 一個政策 三個世界觀 那大陸自己說 永遠在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這一邊 所以這個關係都是 不是說今天就開始 才開始建立的 那麼這些關係是從冷戰時期 中國大陸就花了很大的這些 這種資源 那麼真正的很真誠的 跟這些國家做朋友 現在拜登可以說是 突然回頭想要跟拉美 想要跟非洲 想要跟東南亞國協 這些國家 拉交情套關係 目的是叫他們去反對大陸 我想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本來就不太可能 達成的一個目標 那再加上美國 事實上 這一些年來 他去這些地區 貸的不是美金 貸的不是援助 也貸的不是美國的糧食 帶去的是什麼 帶去的是政治干涉 干涉人家內政 帶著去是戰亂 帶去是要人家站在那邊 去跟援助這些國家最多的大陸 做對抗 我想這個事情世界上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美國積極拉攏東盟 拉攏東盟前 其實還透過了G7 一起加大圍堵大陸力道 我們來看到就是七國集團G7的外長會議 12號進入了第二天 對抗中俄威脅 這是說這兩天會議的重大議題 美國之音呢就特別報導說 與會者尋求在中俄的問題上 要尋求共識 而且要達成統一的戰線 這一次的會議呢 不僅是有G7的成員國外長 受到邀請之外 還首次邀請了什麼 你看 東盟還有呢 他們的外長來參與 日本共同社呢 有特別報導說 英國的外交大臣 特拉斯 他其實就用東盜主的身份主持會議 除了呢 G7會員國的外長親身與會之外 還包括了誰 澳大利亞啦 還有呢 韓國跟印度的外長 都受邀出席了 另外東盟的國家 還有很多國家的外長 則是透過了視訊的方式 參與了部分的會議 那來看到呢 特拉斯他就特別說呢 民主國家需要怎麼樣 需要對抗經濟的脅迫 你看又來了 還說要贏得技術之戰 這都是針對中國大陸 日益增強的影響力 他還承諾說 英國要在G7外長會議上 對抗衡大陸的 一帶一路 倡議的基礎設施的基礎 建設方案 提供安全跟經濟的方針 針對呢 英國外交大臣 特拉斯發表 所謂七國集團 外長主席的聯合聲明 還說呢 各方討論了香港啦 新疆啦 東海啦 跟南海 還有台海的和平穩定 等等一系列 涉滑的問題 來看到呢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就說呢 中國大陸在涉港 涉疆 涉台 還有呢 涉海的問題上呢 立場是一貫的 堅決反對七國集團 干涉中國大陸內政 抹黑中國的形象 損害中國的利益 美國跟英國 你是人口總數 佔了世界人口5%左右 你經濟很發達 醫療技術也很好 但是 你新冠肺炎的感染 跟死亡人數 美國跟英國分別佔了 全球的23% 跟18% 敦促啊 英美 這些國家 應該維護好本國人民的 生命權跟健康權 避免啊 更多的民眾 因為疫情而失去生命 我們堅決反對 七國集團 干涉 中國內政 抹黑中國形象 損害中國利益 美英人口總數 佔世界人口總數的 5%左右 是經濟最發達 醫療技術最先進的國家 但其 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數 分別約佔全球的 23%和18% 我們敦促美英等國 維護好本國人民的 生命權 健康權 努力避免更多的民眾 因為疫情而失去生命 而不是在國際上 空談什麼民主 人權 我們敦促美英等國 放棄任意拘押他國公民 無力打壓特定企業 肆意進行非法單邊制裁等脅迫手段 營造開放包容透明 非歧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 尊重別國正當發展權益 我們敦促美英等國 摒棄冷戰思維 糾正以意識形態化現的做法 進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為維護國際團結 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做些有益的事情 好 其實不只是英國 G7的外長會議期間 布林肯他還會見了誰 會見了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 還有跟澳大利亞的外長 就是佩恩 針對台灣問題進行討論 共同社有報導說 林芳正跟布林肯同意 兩國合作要推進自由開放的 印度太平洋 而且應對加強軍事力量的 中國大陸 兩個人也反對大陸試圖 在東海南海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做法 並且確認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同意為開放的自由開放的 所謂印度太平洋攜手合作 此外布林肯也跟佩恩重申 支持和平解決台海的問題 而且強調 台灣對全球衛生事業發展重要的貢獻 雖然英國希望加強G7的 會員國之間的團結 來對抗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南華早報說 事實證明這些G7的國家 難以在對華的問題上 形成統一的立場 而且美國跟英國總體上 你的確是對於中國大陸 是比較強硬一點 在拉攏東盟的國家對抗 中國大陸方面其實也很難打以 很難實現目標 很多的東盟國家 根本不願意在美中之間選邊站 譬如說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十月的時候就在東盟峰會上有說 我們不希望這個區域成為競爭跟衝突的地方 也不希望被迫選邊站 對於G7國家的拉邦結派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被發現說 其實很多的國家 或者是很多的自己的東盟國家 根本都不想要跟著你美國走 G7外長峰會落幕 這次會議重點聚焦兩大主題 除了關切歐洲邊境的烏克蘭危機 亞洲方面則是圍繞在中國大陸 我們也在談論中國 中國今天是一個挑戰的 一個政策和哲學的挑戰 他們也必須監視 集合我們的力量 為了保證 譬如說 在東盟海中的自由自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結束G7峰會 就轉往東南亞展開任內首度出訪 第一站造訪印尼 後面兩站還有泰國和馬來西亞 東南亞因南海議題成為 中美角力新戰場 布林肯選這三個國家出訪 除了加強彌補與東南亞關係 也有安撫意味 拜登辦的民主峰會 有超過一半東南亞國家 都被排除在名單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沒被邀請的名單當中 包含過去跟美國外交關係 匪淺的泰國 以及最近遭到美國制裁的柬埔寨 美方持續炒作抹黑 中檢之間的正常交往合作 對減發威脅施壓制裁 這是典型的霸權主義和霸凌行徑 不過美國想鞏固東南亞盟友 恐怕越來越困難 因為像是越南新加坡 都想保持中立 大陸南華早報指出 各國在對中問題上 除了英國走強硬路線 跟美國一致 其他國家不見得都願意 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就曾在十月的東盟峰會上 表明不希望被迫選邊站 美國在印太地區想搭起 聯合陣線對抗大陸 現階段仍然至愛難行 相較於大陸是用經濟 跟盟友來合作 美國則是用軍事跟經濟制裁 來恫嚇盟國嗎 諷刺的是立陶宛跟著怎麼樣 跟著美國衝 損失了經貿還得自己來承擔 美國怕好奇制裁了白俄羅斯的國營 叫做假肥廠 但是白俄羅斯的貨物 還是過境了立陶宛 立陶宛就被指控沒有落實 美國制裁白俄羅斯 結果立陶宛的外長 也就是蘭斯伯吉斯 他很抗中 以及交通部長九號雙雙 決定要辭職 結果立陶宛的總理 確認收到了辭職請求 將會在最近做出決定 但是這個買賣 每年可以幫立陶宛增加 六千萬歐元的收入 佔了他的鐵路公司的貨運量 四分之一 美國不只不讓立陶宛賺錢 現在立陶宛的總統 朗塞達更表態說 說要請辭的外長跟交長 兩個人應該立刻辭職 而不是等待總理的回覆 還說我們立陶宛不能等著別人 來評估我們的決定 政客應該承擔責任